没有跟我分手后竟跟闺蜜疯狂吐槽我 并且骂我恶心 甚至骂我我自带三个胡拉圈 既然如此那并我要让你高攀不起 我给女朋友发的分手小作文 被她发到了闺蜜群 满屏的哈哈哈哈 这甜狗真贱 姐妹牛逼 我彻夜的眼泪竟然是 她在闺蜜面前引以为傲的战利品 后来我不知道 被我扔掉的鞋她居然保存了十年 我叫贺强一个150斤的跑 李世雅你还记得我吗 是你生命里为数不多的迟日 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 是在学校外面肯德基的店里 我在为了要不要喝奶茶而纠结的时候 你突然出现在我面前 穿着白T恤牛仔裤 阳光打在你的脸上 你笑起来有小酒窝温和游泳 而就在另一种 一群男孩子嘻嘻哈哈的笑着 不知道在说什么 我的心脏跳得很快 看向周围的兄弟 我在想这么好看的女孩 应该是和伊藤城表达的 便时序地准备离开 却被你抓住了手 我喜欢你真的 李世雅你知道吗 那一瞬间我的心脏跳得飞快 转过头我反复确认 你说我吗 李世雅你的名字在学校如雷挂 在很早以前我就听过你的名字 而我不过是众多普通男孩 最普通的一个 我愣愣地看着你脸上温和的笑 似乎想看出什么端面 我是一个胖子 后面的话我憋在嘴里反复咀嚼 你为什么喜欢我 就像是中奖的人一样 浑身轻飘飘的我反复确认 因为李世雅像梦一样不真实 你还是笑着露出了 洁白整齐的牙齿 因为你很可爱啊 后来我才知道 你不过和朋友是玩了一个真心话大冒险 而你们大冒险的内容是 和在场最丑的男生表白不准笑场 还有让他喜欢上你并且主动表白 多可笑啊李世雅 我以为的美好开始和邂逅 不过是你无聊时的消遣吧 李世雅你知道吗 我穿衣服从来都只能穿最大马 甚至为了显瘦点 我从来不敢穿除了黑色以外的颜色 吃东西我都不敢吃太多油水的 在宿舍里我的室友们 总会在我面前夸我白白胖胖的可爱 让我多吃点却在背后嘲笑我 他们喜欢带我出门 因为我腰间要预出来的肥肉 能够更加衬托出他们的帅气和身材 我不是不知道可是我是一个胖子 如果我性格好那还是一个可爱的胖子 要是性格再不好一点那脸可爱的问题 我只能装作傻呵呵的样子 没心没肺地扮演他们喜欢我的样子 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明白那种自然 一个胖子 我听过最多的话就是可爱 因为除了可爱 人们找不出任何的话来夸我 但是那句话 从你嘴里说出来的意义完全不同 我知道有猫腻我知道不对劲 我知道对面的人笑起来不正常 我知道我知道我都知道 可是那天我依旧抑制不住的脸 我用最后一丝理智 压抑住我狂跳不准的心 说出了那一句 不要我不喜欢 不是因为喜欢的告白怎么能算数 怎么说呢那一瞬间你的脸黑 旁边的伊藤诚也震惊地看着我 我明白对于你们而言 被一个自己瞧不起的胖子拒绝 是一件没有面子的事情 一个胖子也敢拒绝学校里的女神 你胜圈在窝地走过来 从未想过我会拒绝 可是我不是傻子 你会喜欢我简直是天方夜谭 我严防死守的心 不过是我明白我没有试错的勇气 一旦我心软地让你走进我的心 满盘皆输的一定是我 我有自知之明 后来学校里风年风雨流行起来 都说我不知道天高地厚 而你却一反常态地对我殷勤起来 开始频繁地来我教室看我 三天两头地给我送奶茶 给我送各种好吃的 每次我冷着脸拒绝的时候 你都会笑嘻嘻地拿给我 然后伸出手摸摸我的脸 克强胖胖的也很可爱啊 你笑起来总是带着阳光温和的味道 似乎是冬日里的阳光 带着无语伦比的温暖 周围的人都用怪异的眼光看着你 似乎觉得这是一个美女与野兽的故事 甚至连我的室友 都对我冷嘲热讽不客气起来 他们怎么形容我呢 说我是不是功夫好 脸不够功夫来凑 对啊他们连表面功夫都不做 因为现在的我 在他们看来是一个有心机的胖子 李施雅 多年以后我才知道你的居心破坏 你是如何把我陷进渔恋的中心 让那些人孤立我疏远我 让我沉溺在黑暗的漩涡孤立无缘 而你又以天使的面目出现 让我如同海里溺死的人 除了你无人恨 这样你就能成为我的救世主 想要是把我的尊严撕碎 只是时光之所以让人敬畏 是因为人永远无法窥探未来 就如我无法知晓 你温柔的背后那颗腐烂的心 我逐渐沦陷在 你夕阳下偏着头笑的样子 你摸我头眼睛里溺出来的光 甚至在别人嘲笑我稀罗我的时候 你能挺身而出站在我面前 你说 贺强你不用改变你就是你自己 你说 不完美却可爱的自己 我永远记得李诗雅 那个时候我觉得阳光比不上你 你的话语像是一只温热的手 把我沉下去的心打捞上来 蕴瓶又亮晒 我从心底里庆幸 自己何德何能可以遇见你这样的 到底该嘲笑自己只是一个戏中人 还是该庆幸 我这种人也值得你如此 白费心思用心凉感 甚至为了让我相信你 你可以坐到在我的寝室楼下 给我送走餐 热气腾腾的包子 还有我最喜欢却不敢喝的奶茶 那个秋天天气刚刚转寒 你穿着深褐色的大衣 修长的手指在阳光下 带着让人惊艳的美好 你冲我会着手你跟我说 贺强在我心里你独一无二 我可耻地沦陷了像温水中的青蛙 在温水里奉献出自己全部的热情 我想我不够帅气灵魂应该有据点 我不够惊艳那么应该要温柔的 所以听到你说下雨没有打伞 在教室里纠结 是要蹭伞还是淋雨回去的时候 我立即表示我去给你送伞 李时还发着烧打着点滴的我 毫不犹豫地拿着我唯一的伞 去你的教室旁 你在手机里游游鱼 我明白你不想我出现 可是你这个人惯会说话 你说贺强 我不想你继续因为我而承受流言蜚语 所以我们低调一点 因为你的这句话 我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我受宠若惊至此 发着烧昏昏沉沉的身体突然轻快起来 那场雨下了很久 我一个人徘徊在回寝室的路上 李时雅 我看着周围行人来来去去 唯独你的笑在我的脑子里无限放大 似乎是我的救赎 所以你撞似无意地说 自己想要新款小白血的时候 我偷偷地去购物软件刷了又刷 手指迟迟不肯离开 停留在四位数的小白血页面 你知道吗 我一个月的生活费两千 可是我明白了 父母的前世让我学习的 我只能在无数 没有课的下午和晚上去找坚持 李时雅奶茶店的老板不要我 他不需要我光鲜亮丽的成绩 我的证书和奖状在他眼里毫无用处 他上下打量着我 看向了另外一个帅气的男孩 我的肥肉 在这个本就不大的店里显得更多 我理解他的难处明白他的心 但他眼里不加掩饰的笔 我不是看不见 可是李时雅 我一想到你的脸 又重新充满勇气和动力 我想知己最少有你就够了 我傻呵呵地从奶茶店离开 看着彼时的夕阳 从高大的楼房逐渐落幕 带着盛大的瑰丽 越发显得我的狼狈灰头土脸 身后男孩和老板的嬉笑声传来 放学的学生叽叽喳喳 肯定是风靡了我的眼睛 我才会觉得如此酸涩 幸好最后还是用很低的价格 找到了一份家教 我攒了两个月的钱 希望在你生日那天可以送给你 为此我还麻烦了你同宿舍的闺女 我在你们宿舍楼下蹲了好几天才蹲到她 似乎是跑步刚回来 她的身上有汗 看见我的时候并没有惊讶 我找她帮忙问了你吃饭的喜好 我想给你做点好吃的 别的我不会 但是烧饭这件事我最拿手 我想让你知道 贺强也可以很好 只是那天走的时候 她眼睛里的带着一丝转瞬即逝的同情 还有犹豫不决未曾说出口话 如果我能看到 如果我能明白 或许会有不懂 可惜没有如果 该来的那天还是来的 李诗雅 你让我去付你的生日会 你说 你希望在你的生日会上 可以听到我对你当众表演 那是你最好的生日礼物 你说 贺强我只有这一个心意 李诗雅你知道吗 我小的时候就联合同桌多说一句话 同学们都会笑我 因为我同桌是班上最好看的孩子 而我只是一个小胖子 长大后我也曾偷偷暗恋过别人 可是他们翻开我的笔记本 把我隐秘的喜欢 用阴阳怪气的语气宣读于众 当个笑话一样奚落 那些男孩子 高高地举着我的日记本传来传去 那些我细腻的心事 在他们看来是个笑话 所以你知道要让一个胖子 承受着那么多人的目光去告白 需要多大的勇气吗 可是你说想要你说喜欢 我还是点了点头 对你我没有办法说 烧了你最喜欢吃的菜 小心翼翼地放在便当里 带着花了两个月时间给你准备的礼 我在镜子面前挑了又挑 穿了我觉得最好看的一件衣服 甚至好好识多识多自己 我也想把最好看的一面 呈现在自己喜欢的人面前 可是我打开KTV的门 里面那么多人有男友女 他们都光鲜亮丽和我之间精味分明 你坐在桌子上嘻嘻哈哈 你说我怎么会喜欢她 你说那个傻子待会会丢掉 你的笑声不同于往日 我却愣在原地浑身动弹不弹 不知道过了多久 不知道是手里的饭和鲜掉 还是眼泪先掉 总之我反应过来的时候 那盘西红柿炒鸡蛋和红烧鸡 已经洒在了地上 而我却泪流满边 原来人痛苦的是 眼泪真的会像断线一样的 你设计了那么久 就为了此刻奚落我嘲笑 把我的尊严碾压 你的朋友们像看一个脏东西一样看我 舔狗 对 我听到了 他们说我是舔狗 肥猪舔狗 他们拿着我熬夜 发给你的聊天记录 一段一段的读给我听 我不记得是谁 把我手里的饭和捡回来了 好像你那个帮过我的闺蜜 可是我也来不及感谢了 我飞快地跑出那个KTV 真是奇怪 往死里跑一千米 都累得够呛要死要活动 今天却不知疲倦地跑了那么久 直到到了学校外面的巷子 我才猛地大口大口吸着空气 仿佛才活了过来 该从哪里说起来 我该说天上的月亮 还是说热闹的街道 我从未流过那么多的眼泪 我所信任的渴望的珍惜的 都是一个笑话 李诗雅 克强真的很傻 傻到他真的相信你喜欢他 他真的相信你说得独一无二 他那么视若珍宝 叶丸小心翼翼地在床上 辗转反侧夜魂的人 庆幸自己能被一个人讨压 傻到他把你的每一句话 都记在心上 对你的所有要求都尽力半可 傻到他傻乎乎地为了你 奉献自己全部的热情 如同飞蛾扑火一般燃烧自己 傻到他心甘情愿地 跳进你陷阱 只为了成全你那些可笑的虚荣心 你知道吗 克强这二十年来 从来没有被爱过 可是他从来不抱怨 他尽力做一个大家期望的胖子 给别人提供快乐 他明白大家喜欢闪闪发光的东西 好看的东西谁都喜欢 甚至连他的爸妈都更喜欢好看的你 所以没有人爱他 他不怪谁 他严防死守着自己的心 生怕自己的暗恋会恶心到谁 生怕自己一出来的喜欢 会给任何人一负担 他真的是一个很善良的小胖子 可是为什么李世雅 你要那么残忍 把一个本就苦难的人 推向更苦难的深渊 不知道是谁 温柔地把外套盖在了我的头上 或许是因为他的衣服 带着让人心安的味道 或许是因为我的心里 有太多话要说 我的喉咙沙哑的不行 我想说话我想被提到 被爱一定要好看吗 不好看行不行 胖子没有尊严吗 我就该被人见他吗 胖是我的原罪吗 所以人人可以欺负 人人可以嘲笑 我不记得我说了多久的话 久到我以为旁边没有人 久到我以为世界只剩下我自己 直到我安静下来 身边有个人的声音 他说 克强向前跑了 他说 身后的世界太脏了 往前跑世界都为你让路 十二 那天起 我知道了那个女孩子叫李宥 他是你的事业 也是远远比你更优秀的从子 你在我耳边说坏话的最多的人就是他 一个坏女孩 可在我眼里他似乎比你高尚 我开始跑步开始锻炼吃减肥套餐 偶尔也会在操场碰到 听着歌跑步的柳如烟 他会朝我点点头 偶尔顺带给我拿瓶水 我偶尔也会看到你 校园里 你懒着新的男朋友招摇过世 只是我也不在意了 看到你我逐渐觉得没有意思 我所期待的复仇也让我无趣 李诗雅 在我捡到九十多斤的时候 是在次年的夏天 我穿上了白衬衫牛仔裤 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我忠于释然 只是我怎么都没想到你被主动找 在一个雨天教室外 你拿着伞站在鱼里 一身白裙 周围人突然沸腾起 纷纷猜测你来接使 我已经不会为你而心动了 站在最角落里 想着今天的数学体 想着中午的水煮鱼 猝不及防的你来到我身边 还是那双笑盈盈的眼睛 却充满着疲惫 你说 特强我有话和你说 你说 很奇怪 我的心平静的像是水 你只是一个不重要的陌生人 李诗雅 贺强始终是贺强 我和你最大的区别不在于外貌 而是 我有我的不能为之和可以为之 这就是我和你最大的区别 所以 我只是抬头看了看天空 说了一句借过 李诗雅我和你借过 也和曾经那个狼狈的 遍体鳞伤的贺强借过 那一刻起 我在你那里拿回来 我曾经短暂失去过的东西 爱地能力 我确认了爱没有错 只是我爱错了人 我只是想起曾经同样的梦 那个男孩子发着高烧 跌跌撞撞的走了那么长 飞鱼和山鸟不同路 你也配不上我一腔孤勇的热忱 李诗雅我们鱼气不厚 柳如烟见到贺强的第一眼 其实并不是大学 而是高考后的数学 那时候他为了逃避家人 在郊区狂奔着 脑子里都是母亲和别人拥吻离开的话 不知道开了多久 他浑身虚脱地躺在夏天闷热的宝道上 夜幕沉沉突然天上的雨点压下来 猝不及防的 稀稀苏苏的雨点砸向他 四周黑不可闻 他仿佛找到了可以哭的借口 雨水和泪水似乎看不太清楚分别 少女的哽咽声断断续续 就在他闭上眼睛的时候 头顶上的雨似乎没有那么大 他缓缓睁开眼 借着路灯的脑袋 一把小伞 而那把伞的主人有一双温和的眼睛 柳如烟第一眼喜欢看人的眼睛 他不喜平衡的欺骗心 反而执着于探索眼睛背后的东西 他不知道男孩为什么被他称赞 也不在乎为什么 应该一会就走了 他的心里涌现过一丝不耐烦 只是出乎意料的 男孩子非但没有走 反而在他身边蹲了下来 小心翼翼的在他的手心里塞了一颗糖 温温热热的手还有温热的声音 他好像听见他的声音 别哭了给你吃糖 他说 哭的时候嘴巴里含一颗糖就顾骨了 后来 男孩子把伞流给了他 自己在黑夜里举举独行 他望着那个背影莫名的心口温热 手心的糖都被烫坏了 多久没有哭了 又多久没有人在他哭的时候 会给他一颗糖吃来哄哄他 记忆里父母永远都是貌合神明 而他的母亲是最有名的舞蹈家 才华横一样貌出众 父亲似乎永远也讨好不了他 那个漂亮的女人 似乎从未在意过他们 小的时候他想讨好他 所以样样都争个第一 他把那些亮晶晶的荣誉拿到他的眼前 少女期待的眼神他好像看不见 只是随手拿了点桌子上的糖打回了他 后来似乎连糖果都没有 只是一个疏离的微笑 或者一个简单的点头 他以为母亲只是性子弹 却不知道原来那个漂亮的女人 也会冲别人展露笑颜 甚至为了别人背叛了他的家庭 抛肤器女义无反复地和别人走 所以周围同期的女孩 都在忙着和帅哥接吻约会的时候 柳如烟却已经悄然成长了 独当一面的天才少女 让人想要驯服却又疏离 她似乎和圈子里那群妇婆玩得很好 却又似乎游离在他们之外 就像李诗雅在所有人面前都游人了 却唯独在柳如烟那双 淡墨疏离的眼睛里露气 不仅是因为父辈 总是把她和柳如烟做比较 更多的是李诗雅觉得她内心的一起 似乎在那双总是云淡风轻的眼睛里 一切都逃脱不了她淡墨的笑容 柳如烟再次看到河墙 是她在寝室楼下蹲点 热辣辣的太阳 男孩抵着高温抵辫 红扑扑的脸庞 那一瞬间移向淡墨的少女 心里涌现出一丝紧张 柳如烟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害怕 还是期待 她认出了自己 或许那个笨笨的男孩 能够认出她的那双眼睛 属于柳如烟的那双眼睛 可以看透一切看见灵魂的眼睛 可是终归不是她问的是李诗雅 男孩子叽叽喳喳的问了 她问她李诗雅喜欢什么礼物 喜欢吃什么 或许是天气太热 又或许是风让人闷怀 柳如烟的心里生出一丝不耐烦 她并不喜欢她小路乱撞的样子 为了另一个人小路乱撞的样子 那种情绪灰暗不明 让她几乎察觉不到 但有几次她是真的想骂一句过嘴 打断贺强那张叽叽喳喳的嘴 问问她是不是忘记了 自己曾经做过什么 可是看见她那么开心 柳如烟忽然就心软了 就当报恩帮帮她 于是一向不喜欢多管闲事的少女 却暗暗帮她打听了很多李诗雅的喜好 也是她试吃了 贺强做的第一份失败的便宝 又苦又闲还难吃 柳如烟下意识地想通 可是夕阳下 男孩子一脸稀奇地看着她 身后是柴米油盐 微风吹来的是食物热火朝天的温热 她鬼使神拆地吃了下去 那时她从来没有拥有 却希望无数次的东西 就像年少时 她也希望能吃到母亲亲自做饭菜 那个时候她听同学抱怨 自己妈妈做饭多么难吃 她喝矿泉水的动作一致 小小的少女眼睛看着窗外的蓝天 心里却在默默地想 如果妈妈可以给自己做一顿饭多好 贺强或许不会知道 柳如烟曾经漫不经心的一句话 蕴含着多少的葡萄 她吃完了那碗不太好吃的葡萄 然后壮丝无意地说着 语气不慎在意却又一丝紧张 这菜就当给我做的吗 正在洗碗的贺强轰着歌语气轻快 笑眯眯地说好 身后的柳如烟微微扯起嘴角 少女微不可查地笑意 像羽毛划过吸眼 只有她自己听到 自然她也听到过那些 关于贺强和李诗雅的疯年疯语 少女在操场上意气风发 听着对面有人吃笑贺强 一口一句小胖子 一口一句没有自知之明 更恶劣的话语没有来得及说出口 篮球就砸到了头上 那人抬起头看到少女玩实不恭的笑 眼里还带着漫不经心和蔑视 偏偏那人就是有蔑视一切的滋补 风吹动着她额前的刘海 露出她新月般的眉眼 似乎风都格外偏爱她 柳如烟也想不通自己为什么抱她 或许为了那一颗糖 或许为了那一碗菜 或许也只是因为她是贺强 傻乎乎却又无比真诚 一枪孤勇的贺强 可是那小傻子偏偏喜欢李诗雅那样的人 自己又能帮她到几时 她不是没有警告过李诗雅 只是她没有立场维护她 她柳如烟不过是贺强不重要的人吧 那场生日会原本她不想去的 可是鬼使神差的她还是去了 一向冷静着她 看到贺强眼里的破碎 心里竟然生出了一丝心疼 她是第一次打人 为了那个傻乎乎的小胖子 她的心里只有一个声音 那是见过她哭的贺强 那是给过她糖吃的贺强 甚至那是她见过 在爱里最干净最纯粹的贺强 她终于找到立场维护她了 她柳如烟欠贺强一颗糖 后来她找了好几条街 大街想象人来人往 她终于看到了她 狼狈不看的她 老实说那个画面真的不算能力 可是柳如烟听见四星裂飞的哭泣时 心里竟然生出了一种感同身受 就像回到那个夜晚 她一个人对着黑夜 想要把心里的委屈都哭出来 柳如烟放慢的脚步走进她的身边 一向张扬的少女 小心翼翼地翻遍了口袋 柳如烟没有说出口的事 身后的世界太糟了 所以我替你挡住那些脏 所以柳如烟总会戴着耳机 在她的身后看着她越跑越远 她默默地跟在她的身后 偶尔给她一瓶水 因为那个不要命的男生 曾经因为天气炎热 跑完三公里中途中暑晕倒 贺强不知道 那个背起她沉重身躯的少女 把她从操场背到校医务室 从校园南背到校园北的热心同学是柳如烟 她在她醒来前提前离开 只在她手心留下了一颗糖 还有一个鼓励她的指标 从那以后 柳如烟每天都会来操场陪着她 柳如烟总是在想 到底什么时候她可以转过神态 这身后的世界其实除了脏还有来 世界很脏可是柳如烟不糟 次年夏天 柳如烟从父亲的公司出来 一边上学而成绩优异 一边工作把公司打理得紧紧有 在饭局上 少女气质更加深沉内敛 如开风迎见心和璀璨 深邃的眉眼仿佛可以看穿一切 只是熟悉她的人都知道 此刻她虽然平静 但是耳边的红玉覆卖了她 手机里校园表白强刷平安 李世雅下午去找顾贺强 她的眼睛也紧紧盯着那张照片 两久 她拨通了那串号码 没办法 柳如烟心里失笑自己 这酒太醉人 她的心里酸涩 她好想她好想吻她 贺强过来的时候 柳如烟正蹲坐在马路上 街灯亮的出奇 街上飘起了雨淅淅沥沥 柳如烟抬起头看着男生 撑着小伞 那双眼睛笑意淫明 似乎星河荡漾灵魂滚烫 少年给她撑伞一步一步走近 看见柳如烟发红的眼眶 柳如烟听见少年的声音 你别哭了请你吃糖 她摊开手心里的一颗糖 又继续在她耳边狡猾的说道 你又欠我一颗糖 少年清澈的笑意划破 孤寂的印度 她终于得偿所愿无影祖鼻 终有人 会透过腐朽的皮囊 看见你滚烫的灵魂 等朝阳升起少女吃上山衣 而他们比识正当年生 自当肆意献一怒娃 李世雅三十岁生日那天 外面下着稀稀利利利的雨 落地窗外 少年捡起散落一地的直接梗花 那是小侄女的追求者 一个只能说是清秀的少年 很奇怪这些年来 我总是很少评价男孩子的长相 下意识地斟酌自觉 在只言片语上反复咀嚼 才会吐出口来 大鱼打在她身上 她眼眶通红 眉眼里却是一腔热疹 她抬起头和我对视 那一瞬间她眼里残存的满腔爱意 那种孤勇的颜色 像一抹鲜艳的红 让我久久不能延语 我已经很多年 没有看到过这样的眼神 像急了一个人 一个我很少想起的 克强你不会知道 那是我时隔十年 第一次再次在心里反复咀嚼你的 是在一个不能再平常的午后 耳边是寻常的纵鸣曲 闻到的是梅雨天 让人沉闷的味道 楼下热闹非凡 全是来祝福我生日的 当我终于拿到 我心心念念的名利和地位 站在最高处 身边都是会说谎的高手时 我却突然想起来 这些年我不是没有听见过你 或多或少在只言片语里 拼凑出了完整却陌生的你 他们的形容 你越来越活泼富有魅力 听说你大胆勇敢轰轰烈烈 他们都敬念于现在的你 甚至有人小心翼翼地调侃我 是否后悔当初把你甩了 可是好奇怪 克强我想起的不是后来你帅气的眼睛 我变态一样 自不自的一个人沉溺在就失贪 反复想起你那场 虽然不算好看 却有点可爱的你 那场藏在我二十岁时光里 难以七尺地画在时光的长河里 渐渐成了我心底最隐秘的脚印 从我既是其我便功于算计 那些就是家常便饭 从小我就被教育成了精致的力气主义者 身边的朋友多数也是一样的 吃饭喝水和不择手段并无什么费 就像我的父母表面情色和名相近如宾 背地里却相互算计 对于我他们更多的是小孩 如何把我的价值最大化 我似乎是一件容具 他们要把我做成一个杯子 漂亮的外观 再把他们的信息和思想 如普通茶水一样倒进来 这样我就成了 他们能够展览出来的满意作品 清香四溢 所以我看到的世界是一圈黑色 我就把这圈黑色当成常态 而爱情对于我们 不过是把欲望伪装得好看一点 是天平上的砝码随时可以代价孤 贺强那时候的我不会想到 你一枪孤勇不计较得失的喜欢 是我安慰人生最大的变数 故事开始于一个无聊的大冒险 你边红着脸拒绝我的时候 我才会怒不可恶 我天生好胜心巧 样样都得争个低 所以我用我学到的那些 理所当然的觉得这是一场游戏 看你挣扎看你红着的脸庞 看你一步一步的轮行 我觉得这场游戏的进度条逐渐拉满 可是贺强 我从奶茶店经过的时候 你站在人群里 和奶茶店老板争得面红而视 和世界显得那么咯咯 那瞬间我的脑子里突然想起 你看着我似乎是惶恐又似乎是庆幸 你对我说 李世雅谢谢你真的谢谢你 你一遍一遍的说着感谢 似乎我对于米儿廉事救赎 那个时候阳光照在你的脸上 睫毛扑散扑散 我突然发现你没有那么丑 以前我可以虚伪的说出 克强胖胖的也挺可爱 可是那一瞬间我却雨色 愣在原地看着你的无力 夕阳膝下身后的喧闹你冲而不为 可是我看见你哭了 可能就是从那一刻起 我的心里隐约有一丝不安的情绪 后来我知道 那是人为完全敏灭的良心 牵引出来的情绪 它叫愧疚 我鬼使神差地打给自己的亲戚 让他们联系了一份兼职 我自我安慰 这不过是为了后面更好的利用你罢 我没有想到从酒吧回来 喝醉酒半夜突然发起了高烧 在寝室里室友打游戏的打游戏 睡觉的睡觉 高烧不止 模糊的瞬间我给你打了电话 你无条件地付出 让我下意识地在最脆弱的时候 第一反应是找你 因为我知道你不会拒绝 是啊 贺强你从来都不拒绝我 似乎只要我说的 天台下来你都会笑呵呵地说好 后来我在医院里醒了 听说你已经离开了 听说你为了照顾我 从寝室二楼爬窗户下来 还狠狠摔了一跤 我的室友和闺女 在病房里叽叽喳喳地打去 形容你那个时候多么狼狼 一瘸一拐得多么可笑 我的喉咙干涩地说不出话来 我想一定是因为高烧太久没有喝水 我的生日越来越近 那天在包厢里人很多很吵 突然我不想你出现 不想你狼狈地出现 我知道你会戴上那双鞋 我知道你会戴上 最真挚的祝福和热情出现 就像那个时候我让你来一样 你明明害怕但你还是点了点 如我所愿意的 给你最大的奚落 肥猪 天狗 而你站在人群中央 和往日那双 总是对我充满稀奇的眼神不同 你眼里亮晶晶的光没有了 取而代智的全是陌生的破碎 那一瞬间我的心里没有想象的长法 反而有什么东西扼住我的咽喉 我该说点什么的 可是我该说什么 该如计划一样一起奚落你 还是该制止他们 可是我又有什么资格制止他们 杀死你尊严这件事情 他们只是从发而我是种 和那双鞋一起掉落的是贺强的自己 活着地上的饭菜 留下来的是一地鸡毛 我听见柳如烟制止他们的时候 老实说我的心里 竟然生出了一丝羡慕 羡慕他可以随心所谓 而我不得不承认我的诺诺 我无法承认 克强我对你心软了 克强我以为那一丁点的愧疚和心软 不会让我记得多久 正如后来我从垃圾桶里捡回来的钱 我以为 他们不过是我生命里略不足道的事情 像蜻蜓掠过湖面泛起波澜 却留不下 可是我忘记了 烟花燃烧过夜空 即使只是一瞬间 可是看过烟花的人会记得 就像我曾经见过 有人明晃晃又热烈地相信你 哄着一腔热忱的爱 毫不保留地对我燃烧 那颗种子会在记忆的土壤里 等待时机深蹲发芽 克强岁月遮蔽他的眼睛 风气消强还是苍蓝 他看不清什么是真正的规模 这么多年 我不是没有遇见过心动的男生 可是他们看我的眼神 和他们看柜台里手来 看银行卡里数不完的钞票一样 那种附加东西的喜欢和爱慕 就像过往的我一样司空见惯 他们想要闻我的唇 想要把最美的一面向我展现 我却不合时宜地莫名想起 我生日的前一天那个下雨天 在学校的红楼旁 你傻呵呵地笑着似乎是有泥窝的 你说李世雅 你这么好的人一定要碎碎平安 你的语气那么虔诚 一字一句地慢慢说着 我收回了游离的眼神仔细地打量的你 你的眼里全是真诚 好像在佛前许愿的虔诚幸福 多少年没有听到这句话 不是希望我事业有成 不是想让我飞得多高 而是衷心地希望我碎碎平安 希望李世雅碎碎平安 人真的很奇怪 明明我已经得到了那么多 可是我的心里总是觉得遗憾 这些年我很少想起 我像十几岁所期待的那样 成为最完美的工具 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人 我靠着家里的关系和资源 在商场上如鱼得水 东城零旧 我身边有很多人 合作伙伴和家人 在我过生日的时候 说着年年一样的恭维和奉承话 送着一成不变地带着各种logo的 可是总是撒网捞鱼 重复无数次的宴会 听到无数次的注释 所有人都戴上了面具 明晃晃的脸上光鲜亮丽的脸庞 可是我再也没有看到 有人如你那般真心诗意 一字一句地对我说一句 李世雅我希望你碎碎平安 克强 就像这场雨稀稀立立下了很久 久到我的花园里 已经嗅到了苔显的内容 久到我已经忘记阳光是什么感觉 奇怪我在你叙叙叨叨的画中 从未听过你说自己喜欢什么 你总是在问我喜欢什么 你记住了我喜欢的所有 我却只记住了 你最喜欢背的包上都是大片的节奏 所以时隔十年看到一地的纸节口 我忍不住下楼给那个孩子打了一把伞 我蹲下来听见他撕心裂肺的在乎 那瞬间我似乎透过十年的时光 看到了当时的你 人生最玄妙的地方便在乎 后来的某一天 在某一刻才后知后觉 突然意识到当时的他到底经历了什么 克强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 梦里面那个生日会啥 我的室友问我 李世雅你不会真的喜欢那个胖子吗 周围的人嘻嘻哈哈笑着打去 好像要听一个笑话 我依旧堵着嗓子 可是我却一脸认真 如同那时候你在红楼旁看着我 一字一句地说道 我是真的喜欢克强 好像结局就不一样了 好像我就可以和你白发苍苍了 等我醒来眼泪如湿了枕 窗外似乎刮起了风 而年少时那些愧疚不安 还有一丝记录 终于发了疯得在岁月中再无遮复 克强我终于不得不成 此后今年 我再也遇不到像你这样的人 如你一般一腔孤勇 壮世断腕盘热热的爱 又是一年七月末 我着手让人在卧室旁 种上了结梗花 回国的朋友来我的山庄避暑 看到这片花 他笑得一脸嘻嘻打的哈 这些人就你和柳如烟最高 院子里不种寻常郁金香或者薔薇 你们偏偏一样种结梗 听到故人明我的心骤然紧缩 喉咙声色没有开口 只是看着窗外 那些白色的花 在风雨里招摇却倔强地不敢飙影 良久我才泥南出生 却只有自己渴 一样 又哪里一样 一样的是花一样的都是为那人所在 不一样的是他爱的那人也为他 而我爱的那人却不爱我 那场我随手的算计困住你十个月 却悄无声息盘爬成长之十年后 困住我的一生 正如那双我以为会扔掉的鞋 不知不觉被我保存了十年 只是迟来十年的道歉和告白 李草都清贱 所以我把它烂在肚子里 今夜以后只有风才知道 只是李诗牙此生有憾 她的遗憾和一个小胖子有